二次确诊会更严重吗? 虽然疫情下降 但近期许多人再次出现二度确诊 二度确诊通常以哪些症状较常见? 二度确诊COVID-19可能产生的症状 取决于先前感染的严重程度 所涉及的病毒种类变异和人的免疫反应等因素 COVID-19的再次感染常见症状可能包括 发烧、咳嗽、气短或呼吸困难 疲劳、肌肉或身体酸痛、头痛、味觉或嗅觉丧失 咽喉肿痛、鼻塞或流鼻涕、恶心或呕吐、腹泻 上述的症状听起来 似乎和初次感染的症状其实差异不大 通常与第一次确诊是否有差异 在第一次感染时 免疫系统第一次遇到病毒 会产生抗体和免疫细胞 专门针对病毒将其从体内清除 如果再次感染同样的病毒 基本上应该就会快速做出反应 而不会有太明显或严重的症状 不过 如果病毒已经变异为免疫系统不能很好变的新种类 就会导致不同的免疫反应 产生不同的抗体和免疫细胞来对抗病毒 同时也会出现严重程度不一的症状 虽然再次感染COVID-19是可能的 但它仍然相对少见 而且大多数感染过COVID-19的人 至少对该病毒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然而该病毒的新变种的出现 意味着免疫力可能无法提供完全的保护 接种疫苗仍然是预防COVID-19极其变种的有效方法 然而 即使一个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也是可能发生COVID-19的二度感染 尽管接种疫苗的人被感染的严重疾病和住院的风险通常较低 如果你出现任何COVID-19的症状 特别是如果你有感染史或是有较高的严重疾病风险 还是建议寻求医疗协助及进一步评估 二次确诊的危险性比第一次确诊低吗 如前面提到的部分 再次感染COVID-19的症状 会跟他个人的身体状况及病毒的变异种类有相关 所以二次确诊的危险性跟第一次确诊 是不太容易去比较谁比较严重或危险的 目前的一些相关文献显示重复确诊和首次确诊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不过另外有一篇文献指出 二次确诊的患者虽然不常见 但严重度似乎有略微上升 长新冠症状的比例也较高 而哪些人群可能要特别注意二次确诊呢 主要还是像老年人 有糖尿病或心脏病等潜在健康状况的人 以及免疫系统较弱或者甚至是有免疫疾病的人 这类型的族群 一来是身体状况比抗力及免疫力都较低 二来都是需要较长出现在医疗场域的族群 这些都是比较有可能二次确诊 同时也是风险症状会是比较高的一批患者 而针对这些族群 建议还是要做好自身的基本防护 即完整施打疫苗 目前二次确诊时还需要吃抗病毒药物吗 关于抗病毒药物的部分依据现行的法规 抗病毒仍是会建议使用在高危险族群的初期感染 高危险族群包括年龄大于65岁 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心血管疾病、不含高血压、慢性肺脊结合病、慢性肝病、失能、精神疾病、失智症、BMI大于等于30 怀孕或产后6周内影响免疫功能之疾病 如果二次确诊后症状不严重 又抽不出时间到诊所的患者 可以直接到药局购买一些感冒相关的药物 搭配阅读盒装说明及初步询问药师 应该就可以获得初步的症状缓解 如果症状还是相对严重的话 建议还是到诊所或是医院寻求进一步的评估和治疗 至于饮食的部分 原则上就是清淡饮食 少量多餐为主 特别要避免一些辣油炸及太过滚烫的食物 咖啡也请着量饮用 建议每日一杯以内 烟酒当然能免则免 另外也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及电解质 让身体可以获得足够的补给 如果可以的话 也建议多摄取一些维他命B群 维他命C集心 帮助身体可以尽快地恢复 二次确诊的居家照顾重点 以及如何预防重复感染 如果您不小心二次确诊 依据目前降级之后的现行规范来说 您其实跟一般常人的行动是没有差别的 不过 基本上还是建议您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避免到人潮拥挤的地区 尽量全程佩戴口罩 避免与他人共餐 可以的话 能有自己的房间会更轻松方便 同时也尽量避开老人 小孩及孕妇这个族群 若您是一般正常健康的二次确诊患者 建议准备好相关药物及饮食 好好休息极多补充水分 另外 特别注意是否有高烧不退 呼吸困难等症状 如果此类的症状持续 建议可以到医院或诊所寻求协助及咨询 若您是高危险族群的二次确诊者 如果症状轻微 建议可以先服用药物并观察 如果症状较为严重 也可以尽早前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及评估 至于如何预防重复感染 基本上还是建议减少出没在人潮拥挤的区域 如果必须要去的话 建议可以考虑佩戴口罩及多洗手 另外 保持规律的运动 健康饮食 充足睡眠及一些保健食品的摄取也能有所帮助 近期台湾又将进入肠病毒高峰 如何检疫辨别是二次确诊或感染肠病毒 哪些情况发生应尽快就医 二次确诊的患者多半是高烧 及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而肠病毒虽然可以引发多种疾病 其中很多是没有症状的感染 或只出现类似一般感冒的轻微症状 其中两个常见的像是手足口病 Hand foot mouth disease 及炮疹性腌栏炎 Perpangina 可能会引起吞咽疼痛及手脚红疹 患者自己也可以多多注意 另外 新生儿感染肠病毒的时候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烧 食欲不佳 活动力下降 躁动不安 皮肤出现红疹 腹泻或呕吐等 病况进展严重时 可引发心肌炎 肝炎 脑炎 新生儿败血症 这即将来临的肠病毒季节 家有新生儿的家长们也要多加注意 如果有持续高烧 活动及食欲都下降的新生儿或幼儿 都请多加关注症状变化 并及早救人 另外提醒读者们 如果针对肠病毒 想要有更完整的防护 除了戴口罩 勤洗手之外 也可以考虑施打肠病毒疫苗 去作为预防 健康生活编辑部